比如给美国银行账户开通好了之后 如何去进行一些初始的设置 包括修改网银登录名和密码 修改预留手机 修改美国地址和邮寄地址 怎么样才能保证自己的账户的安全 或者如果说我的卡 或者说我的钱被盗了 我能不能第一时间知道 来联系客服止损 Zell如何去申请开通 必有了Zell之后 我们就可以做到资金10时秒到 而且汇款是不可撤销的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两年前的时候 我通过朋友远程办理了 BOA美国银行账户 这两年使用下来 整体体验非常不错 刚好最近美元升值很快 而且人民币还是在跌跌不休 所以就想转移一点美元到美国吧 所以这周我安排家人 又办理了一个BOA美国银行账户 BOA美国银行是美国市值第二大的银行 仅次于摩根大通 在美股市场包含银行 券商理财公司的金融板块 BOA市值排名第三 仅次于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和摩根大通 BOA其实更像是国内的中国工商银行 相当于是美国的国美银行 它的服务网点遍布全美大大小小的城市和社区 拥有一个BOA美国银行账户 基本上可以满足我们所有的美国投资需求 比如说BOA美国银行开户成功之后 一般都会有一个支票账户和一个储蓄账户 还会有一张银行卡 支票账户就相当于一个消费账户 我们的银行卡关联的是支票账户的余额 我们无论是ATM取款还是刷卡消费 用的都是支票账户里面的钱 支票账户是没有任何利息的 另外还会有一个储蓄账户 储蓄账户相当于国内的活期存款账户 目前利率是0.01% 这个利息聊胜于无 但更多小伙伴想要有一个储蓄账户的一个目的是 因为储蓄账户和支票账户是相隔离的 两个账户是不相通的 所以很多小伙伴就用支票账户来消费 而储蓄账户就用来放一些自己的美元现金 以备不时之需 或者说用储蓄账户来给美股出入金 之前做的BOA教程还是两年前的 很多内容已经不适用了 现在刚好手里有了一个新的账户 那么本期视频就向大家演示一下 BOA美国银行最新的网银和手机银行的使用 本期视频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向大家演示 我们的BOA美国银行账户开通好了之后 如何去进行一些初始的设置 包括修改网银登录名和密码 修改预留手机 修改美国地址和邮寄地址 第二个部分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是 怎么样才能保证自己的账户安全 或者如果说我的卡或者说我的钱被盗了 我能不能第一时间知道来联系客户止损 第三部分是Zell如何去申请开通 Zell目前已经发展成美国的国民级应用 一方面是因为Zell是由摩根大通BOA花旗这些银行发起的 是这些银行的亲儿子 所以摩根大通BOA花旗 包括华美银行这些美国规模比较大一点的银行 基本上都会在手机银行APP或者网银里面内置Zell功能 有了Zell之后我们就可以做到转账10秒到 这个在美国所有的银行系统之中只此一家 因为无论是电汇还是SH转账 一般都做不到10秒到 电汇的话需要有一个工作日 SH的话需要两到三个工作日 那么有了Zell之后 我们就可以做到资金10秒到 而且汇款是不可撤销的 这样的话我们也不用担心在交易的时候遇到诈骗了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了 正式开始今天的演示教程吧 大家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跳转到BOA的官网 BOA的官网和手机银行目前全部都是英文的 是没有中文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用浏览器把它翻译成中文 另外BOA是有中文的电话客服的 如果大家说有使用过程中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直接打中文客服电话来进行咨询 我们在首页这里直接去输入BOA开户的时候 设置好的用户名和密码 然后点击登录 首次登录或者说新设备登录的话 会要求发送验证码进行验证 我们点击发送验证码 这边的话到邮箱里面去接收一下验证码 如果是自己电脑的话就记住设备 这样下次登录的时候就不用再接受验证码了 第一次登录的话 我们首先要确认一下BOA电子银行的一些服务条款 我们直接去勾选 我同意 然后点击继续 现在已经到了BOA网银的主界面了 第一次登录是首先我们要去设置一下五指化的账单 五指化强烈建议大家进行设置 如果我不设置的话 BOA每个月给我们寄送纸质的账单 比如说我开BOA用的地址是自己租的美国私人地址 每个月只能免费接收30封邮件 免费扫描20页文档 如果每个月都接收纸质账单 收到了还要扫描才能看到 还要担心隐私问题 还要让私人地址服务商帮忙销毁 销毁也是需要费用的 这些都是开支 另外的话也不环保 BOA的信件都是平有寄送的 丢件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如果丢掉了 我们就会错过账单或者其他一些重要的通知 所以说我们登录进去之后 建议都设置一下五指化 设置的方法很简单 我们直接去点击开始 然后这边会有两个勾选项 上面这个是支票账户 下面这个是储蓄账户 我们全部都勾选 然后选择五指化 然后点击继续 这边的话是提示已经设置成功 设置成功之后 我们之后所有的账单都会在电子邮件里面去收到 接下来的话是要设置一些通知 默认的话是有三个选项 一个是账户余额低于100块的时候通知我 第二个是如果我收到直接存款通知我 第三个是说如果我们的银行卡在网上消费了 然后通知我 我们就点击设置通知 提示已经设置好了之后 接下来提示我们下载手机APP 我们就先跳过 这样的话我们就来到了网银的主界面 它的主界面是比较简约的扁平化的风格 其实还是像上个世纪的设计风格 好我们接下来再继续进行一些设置 我们点击右上角的个人资料和设置 我们首先还是要去进行一个五指化的设置 我们到这边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其实只是设置了账单的五指化 税表并没有设置五指化的 这样的话我们还是会收到纸质的信件 所以我们就在税表这里也去勾选一下五指化 然后去勾选同意电子税表协议 然后点击保存 这样的话就设置成功了 因为税表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实体信件万一收不到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所以说我们选择电子税表是肯定不会漏掉的 好 接下来我们回到主页 回到主页之后 我带大家来一步一步的愚劝账户的一些信息 接下来我们来到个人资料设置的第一个选项 地址 地址点进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两个地址 首先第一个地址的话 我们是默认的在银行开户的时候填写的地址 第二个地址的话是我们邮寄的地址 也就是说这两个地址是可以不同的 如果说大家是找代理开户的话 开户成功之后想要修改邮寄地址的话 大家直接去修改第二个地址就可以了 开户成功之后也可以把地址修改成自己的地址 我这边用的地址是我租界的美国4N地址 如果说大家也想要这个地址的话 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的链接 观看我之前的这个教学视频 下面的话我们是可以去修改电话号码的 比如说有的小伙伴在开户的时候用的是Google Voice来开户的 但是有可能收不到验证码 如果说想要修改电话号码的话 就可以在这边进行修改 也可以再增加第二个号码 下面是邮箱 我们也可以添加多个邮箱 接下来第二个选项的话是安全中心 安全中心的话主要是对我们现在的安全状况进行监控 包括我们最近有哪些设备来登录 如果说怀疑自己的账户是不是被盗用 是不是被其他人登录了 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是不是有其他陌生的设备进行登录 好接下来在这边可以点进去修改我们的登录用户名和密码 这两个非常简单 大家直接点击修改就可以了 我们直接在这边输入新的登录ID就可以了 如果要修改密码 点击这边的修改密码 输入原始密码和新密码就可以修改成功了 接下来非常重要 我们需要去进行通知的设置 为什么一定要进行通知的设置呢 设定了通知之后 我们才能对我们的账户所有的登录 或者说所有的资金变动了入之掌 能够更加方便的 让我们知道自己的资产状况 保证账户的安全 设置通知这边分别包括 我们支票账户的通知和储蓄账户的通知 我们一个一个来设置 首先我们支票账户的通知 大家可以把所有的通知都给打开 比如说第一个的话是发送账户余额的通知 我们可以选择每天发送或者每周发送 我选择每天发送 点击一下邮箱保存 这样子的话我们的邮箱每天都能够收到 BOA发过来的账户余额 如果说卡被盗刷的话 我们也能第一时间能够知道 因为在美国银行卡盗刷还是一个比较多的现象 第二个的话是支票支出 我们也可以设置一下 比如说如果有人伪造我们的支票 发现后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客服 可以把这张支票给作废掉 这样我们的资金也不会有任何的损失 下面一个是借一卡网上消费 这个我们也勾选 如果我们在某个时间段不想接收提醒 我们可以点击这边的日历 设置不提醒的时间段 接下来包括账单支付了这些 我们都可以把它设置100 然后把通知打开 接下来第二个是储蓄账户 储蓄账户的话也是这些选项 大家可以把它全部都勾选 这边就不重复了 接下来第三个的话是通用安全设置 这些全部默认都是已经勾选了 我们就不碰就可以了 安全的选项建议大家全部的勾选 第一个是有新的电脑 或者说手机设备登录的话要提醒我 第二个是每隔90天提醒我去修改密码 这样提醒就设置完了 设置完成之后 我们对账户的任何风吹草动都能够了如指掌 如果一旦遇到问题的话 马上联系一下客服去解决就可以了 银行这边对于争议的处理还是非常迅速的 也是比较偏向于我们持卡人的 不像国内很多银行就非常容易去扯皮 但美国的话一般都是很爽快的 这边是通知的历史 大家自己去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设置下面的话是有一个账户的别称 比如说第一个的话我可以把它设置成支票账户 第二个设置成储蓄账户 这样方便我进行一个区分 当然的话我们也可以设置成什么买菜卡 理财卡 存款卡都可以去设置的 下面这个是透支保护服务 我们的借机卡的话一般是没有透支服务的 接下来是卡片管理 我们看到这里卡号已经生成了 但是卡片邮寄还没有收到 收到之后大家就可以直接在这里输入CVV和有效期 点击激活就可以了 激活成功之后不用的话 我们也可以在这边把它锁定 然后等到用的时候再把它解锁就可以了 最后是数字卡 数字卡的话就是添加Apple Pay Google Pay三星配这些 可以直接在手机上输入卡号进行添加 我们回到账户的主界面去看一下 我们这边第一个支票账户 我已经改好名字了 我们点进去 点进去的话可以看到它最近的交易活动 然后账单 最后是信息 我们点击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账户号码 下面是ABA号码 一共是有两个 第一个ABA用于HH收付款 直接存款 第二个ABA用于电汇 在这里的话我们也可以去点击 去订购实体支票 第二个菜单是账单支付 我们在国内是用不到的 第三个是大家最关心的重要功能 就是转账和Zell 在这里一共有三个转账选项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是在我的BOA账户内互转 其实就是支票账户转钱进储蓄账户 或者储蓄账户的钱转进支票账户 第二个是转给其他人的BOA账户 转之前需要我们先添加下收款人 第三个是电汇 初次使用的时候 需要我们绑定一个美国手机号码 同时验证一下自己的银行卡信息 要不然是没有办法使用电汇功能的 电汇的第一个选项是美国国内电汇 我们选择一下对方账户的类型 建议大家不要电汇到美国的公司账户 因为美国的个人银行账户是不能用来经营的 如果汇到公司账户 很有可能我们的账户会被封控 下面的话输入汇款信息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一般第一笔电汇都不会直接汇出 银行都会给我们打电话 劝引汇款信息的 电汇的第二个选项就是国际汇款 我们可以看到汇款的手机费是45美元 其实个人不建议直接在银行操作国际电汇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第三方汇款服务 比如说我之前介绍过的remitting汇率非常友好 手续费低还可以做到10秒到 比银行电汇体验要好多了 接下来是Zell Zell的开通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我们直接点击这里 然后设置一个Zell账号 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美国手机号码来作为Zell账号 也可以用自己的邮箱来作为Zell账号 如果说我们开户的时候用的是Google voice 这类虚拟号码是不支持的 因为是收不到Zell的短信 所以说大家可以选择用邮箱来做自己的Zell账号 然后设置Zell的名字 我这边去输入BOA 为什么要设置Zell的名字呢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开通多个Zell账号 比如说我现在用的是BOA内置的Zell 然后如果我还有美国花旗的账号的话 我们同样也可以在花旗那边去开通另外一个Zell账号 但前提是使用的手机号和邮箱必须是不同的 接下来点击一下同意协议 然后接收一下短信验证吧 就可以开通成功了 非常简单 然后是发送资金 到这边的话去选择一下是从支票账户里面去转 还是从储蓄账户里面去转 然后发送给谁的话就输一下对方的Zell账号 输一下金额 然后就可以发送出去了 而且资金是秒到的 非常非常的方便和快捷 就相当于国内的周宝转账 当然Zell也不是没有缺点的 Zell最大的问题就是有限额 个人账户24小时内最多转10笔 总额不超过3500美元 7天内最多转30笔 总额不超过1万美元 单笔最少转1美元 最多转3500美元 接下来一些其他设置的话 其实都是刚刚在个人资料里面设置有的选项 我就不重复介绍了 下面是手机银行的设置 手机银行我们不用另外去注册 打开手机银行之后 用我们网银的用户名和密码进行登录 然后我们可以设置一下 发送资金额 FaceID之后登录的话就用FaceID登录就可以了 不用每次都输入密码 接下来的话我们去发送手机验证码 进行初次登录 需要用手机验证码验证一下 如果说用的是Google Voice虚拟号码开户 收不到验证码的话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点击这里 接收验证码有问题 然后就可以切换到邮箱去接收 同样的登录成功之后 第一次的话也要劝一下手机银行的服务条款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到了主界面 主界面的话也是非常的清爽 手机银行其实不需要去进行额外的设置了 因为我们刚在网银里面已经开通过了 可以直接去使用 我们一起看一下手机银行的几个功能吧 第一个菜单是账户盖览 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账号码 点击查看 我们可以看到自己账户的交易明细 点击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账户号码和ABA号码 这里和网银显示的是一样的 第二个菜单是转账和Zell 这里是支票账户和储蓄账户互转 下面就是内置的Zell转账了 我们网银已经开通过Zell了 那么就可以直接去操作发送资金收取资金 需要注意的话是手机银行没有电汇功能 需要电汇的话还是要到网银去进行操作 第三个选项是账单支付 我们用不到直接就跳过了 第四个选项的话是存支票 单张支票最高额度是2500美元 超过的话我们就只能去柜台去存了 最后一个板块是投资 主要是针对美国人的 我们暂时用不到 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点击主页这个通知的设置 然后把手机银行推送打开 这样我们不仅能够邮箱收到通知 手机银行也会给我们通知 以上就是关于BOA美国银行网银和手机银行的设置 以及如何要开通使用Zell的介绍 如果说大家看到我的介绍之后 也想要开BOA美国银行的话 可以通过视频下面的联系方式来找我咨询 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订阅分享 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 也会鼓励我做更多的视频 帮助更多的人 另外TonTalk的会员社区正式上线了 首月只需要0.99美元 加入会员就能够享受包括私人咨询 商品折扣等更多的增值服务 欢迎大家加入 那我们下期再见